南海撞山事件还没结束 美军潜艇在爆出造假丑闻 原标题 南海撞山还没完 美军潜艇又出大丑闻 美国海军还在康涅狄格号和潜艇撞山事故上遮遮掩掩 不愿公开潜艇受损情况 美国媒体爆出 一名曾在过去数十年参与制造美国海军潜艇材料制造的冶金学家承认 他一直在伪造潜艇所用钢材的测试结果 根据托马斯于11月8日向塔科马地区法院提交的认罪书 从1985年到2017年 他伪造了至少240种钢材的强度和韧性测试结果 这一数字大约是这家铸造厂为美国海军生产的钢材种类的一半 当地司法部门表示 这些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些钢材不会在碰撞或是某些作战场景中出现问题 托马斯的律师约翰·卡彭特在11月8日代表他向美国地方法院提交的一份声明中说 托马斯走了捷径 这种犯罪的独特之处在于 既不是出于贪婪 也不是出于对个人财富的渴望 他后悔自己没有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 当面对被篡改过的测试结果时 托马斯告诉调查人员 是的 这看起来很糟糕 他承认 在某些情况下他将测试结果改为合格 因为他认为美国海军要求在100化氏度的环境下进行测试的要求是愚蠢的 检察官认为 这妨害了美国海军对问题范围的调查 也妨害了美国海军为了弥补风险所做的努力 2020年6月 该公司在一份延期起诉协议中同意支付1090万美元 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二日队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第七舰队的官方声明依旧是遮遮掩掩